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我们也欢迎杨老师跟我们操统 像不操统台湾的局势 跟我们操统一下大陆的事 因为他们都说作为一个作家 其实生活在大陆 如今的大陆才是一种幸运 那个创作题材之丰富 以至于都不用创作了 光看就够了 在大陆不能创作了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情节 你如果拿来当小说写 你写在小说上 你还说你也这个功夫太差了 掰出这种不可信的故事 可能第二天同样的事情 就是在报纸上面变成现实 你真的没辙 因为现实比小说更精彩 或者是更戏剧性 绝对的真实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是抱着记录的态度 来看待今天这个大陆的社会 我觉得真是记录下来就完了 就是最好的故事 其实你现在做的《枪杨三人行》 也是个纪录片 为什么 你是紧贴实事 一发生什么事 你基本上过两天 你就说了 是吗 对 我以为是那个什么片 三级片 因为 我以为是恐怖片 还念念不忘 对吧 我跟你讲 最近你们老李家 不是 什么老李家 最近老李家出事比较多 今天的话题牵涉到我一位旧相识 他的名字叫李扬 为什么我说是旧相识 当年我在广东电台工作 我们是中文广播中文台 我们走廊对面 就是我们的英文广播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招来的一个 好像来英文播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 而且我还有幸去过一次 他那个咆哮英语 这叫疯狂 疯狂英语 我就跟着咆哮过一回 我咆哮过一回 你要不要咆哮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我好感兴趣 我跟你说 你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怎么叫咆哮英语 我没法跟你学了 因为我发现 你就学一下吧 不能说没有用 因为什么 比如他给我一些卡片 上面都是语录式的 一句一句一句 那么我认为他讲的道理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这个舌头和嘴 这个口条 这个口腔肌肉 这个脖子 什么意思 他就不是讲英语的肌肉 所以他认为你要克服羞怯 克服害羞 你要大声的喊 而且无限次的重复 当时我记得我是好像几十次的大喊之后 是能很熟的说一句很短的英语 可是忘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像你像我们毛主席原来说过 就是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吗 我从他这疯狂英语 我体会到什么呢 一个人学一次英语容易 难的是一辈子学英语 还学不会 基于英语容易 学真的把英语学好 就没那么 就难了 反正我就说也算认识 但是最近他出的什么问题 比较八卦的 就是说家暴 打老婆 而且好像还有点民族主义问题 是吗 打美国老婆 她的老婆是美国人 我都不知道 是吗 他们有人说美国女人 就很有原则性 是不是 这光美有认识吗 我没有太多美国的女性朋友 怎么说什么叫原则性 就比如说你这个是家暴 我这个首先给你定性 然后绝不给你妥协 然后公开 说实在的这一点 很多中华妇女 往往忍气吞声 我想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公跟私之间的 这个分类上面不一样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觉得 什么叫做家事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那个很多的家事都牵涉到 例如说你只要牵涉到 这个暴力 这就不是家事 而且在美国 因为他们已经太普遍了 任何只要有可能 包括就是说 你说可不可以举你例子 他就说文涛自己在家里面 然后对太太大吼两声 你太太就可以去打电话 美国人就这样 这就已经超过了 这个家事的范围 警察就来了 警察就来 你说我没动手啊 我没打他 我就喊了两句 警察说对了 就这样 来吧 手伸出来 手铐靠上 先把你带走 成案件 他把你带走 然后通 你就是在警察局里面留置一夜 第二天早上基本上就看你太太要不要告你 所以你要到法庭上面 然后你太太来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文涛太太一定会说 哎呀我原谅他了 我觉得这是个小事 那法官就说好你把他带回家 对他们来讲说他们不只是形成家暴 不只是说你已经打了动手了 这是一个公共事务 包括造成威胁 他们都都处在一个这个保护弱势者 然后防止暴力的这样一个立场 他会把可能施暴的人先带走 这是他们的处理的原则 所以你如果说有原则的话 那个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原则 像杨老师讲 我就理解你的所谓的原则问题了 因为那天呢我看到这单新闻的时候 我还自己很八卦 我真的上去那个Kim的微博 就是那个梁的夫人的微博上去看 他里面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挺感动的 他就是说 我会教育我的 我不会教育我的孩子去恨你 但是我一定会教育我的孩子去恨你的行为 对 就是关于就是打太太 或者是在尤其他们的家暴 好像就是发生在他们的孩子面前 哎呦 就是非常不留情面的 在孩子面前打自己老婆 嗯嗯 哎呀 这个真是丧失理智啊 这个 而且呢 这个呃 当然就是本来按说 我们能出这照片吗 因为是他太太自己自己公开的 是 他太太要说美国人讲证据 就是我说他家暴 我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哎呦 这打的 头上这不一紫包吗 啊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就是看来打的还不轻 再看下一张 这个膝盖 哎呦 这个身上多处受伤 呃 再看耳朵啊 这家伙这是犯罪实录吗 这是啊 这个打的还不轻啊 打的挺惨 而且呢 这个呃 李扬啊 呃 这个态度啊 也挺正面 就是现在好像出来 就是承认是家暴 而且道歉 而且呢 他一样阵阵有词 说我这样也就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那意思啊 警戒更多的这个人 而且他们的关系好像有点奇怪 是吧 就说是反正道了歉 他们又在一起 在一起呢 好像又吵起来了 又吵起来 这次他就说我赶快离开 我避免发生这样的这个行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 这是一个 呃 至少后面这一段 是是我们的确是可以应该 给肯定的了 好 就是说第一个你没有呃 就是死脱的 就说的没这回事 或者是不愿意出来承认 第二件事情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学习说 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要能够承认 人不会一直都是自发作为一个理性的动物 基本上你有时候你会情绪失狂 这个情绪失控 但是情绪失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要承认说你是需要帮助的 包括所谓帮助意思是说你会想到说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可能会被警察带走 然后这个社会可能会有 所以这个社会应该要想办法帮助这些人 我们不要老是觉得说你是为了要惩罚他 包括就是说家庭里面 哎呀两个人要一起相处日夜相处 相处想像就是这个结婚前面两年很容易 这个甜蜜的不得了 你一想到说你要你要这个相处这五十年 那真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你要暗示我什么吗 还指着我这前头两年很容易 就是要提醒你一下 你们宣布明年要结婚了吗 警告你啊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 最后他的夫人需要用这种公诸于世 用这种微博的方式去求救 我觉得其实蛮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内容 就是他好像这个Kim跟他的一个女友之间 在微博上面的一个对话 我觉得这个忽然让我惊醒 觉得我觉得还是要回归 我觉得两个人的结合 如果没有充分的爱 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这个是听起来就像快要结婚的人会说的话 但容我说一个 结婚很多年会说的话 就是爱是不够的 爱是不够的 但是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对对 如果说你的这个婚姻 一开始你的结合就是有目的性的话 例如什么 一个英语老师娶一个美国太太 你的意思是是这样子吗 好像是谁 是她呀 她自己说想研究美国教育 所以娶了美国老婆 是不是有这说法 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过 当然就是说在他们 他跟他一个女朋友之间的一个 一个这个短信的来往里面提到一个 他说他就问他说 你在跟他约会的时候 你曾经爱过李扬吗 但是就我所知 因为他们是12年前就结婚了的 他说就我所知 他并不爱你 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形象 建立一个他的王国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OK 那所有所以感觉上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一个真结 就是说倒不是说我们要去分析 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理解一下 李昂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包括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用那种方法 去教大家学英文 在我看起来 包括这个整件事情 这种方式就是非常非常现实跟功利的一种方式 意思说我教你英文 就是教你讲会会讲英文 拿英文去当做一个工具 然后也许你可以有好一点的职业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学英文照理讲 好像也不是这么单面 这么这么的功利的一件事情 至少我们学英语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 让我们了解西方社会 让我们可以因此吸收到很多 我们原来吸收不到的东西 但是感觉上 如果你用咆哮英语的方式是 你不可能学到这种 意思是说至少我自己的经验 英语对我来讲 我之所以去学英文 然后我会觉得 能给我开了好大一扇窗口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 很不一样的世界 我就很难想象说 人就只是抓着说 我把英语讲得好像是美国人在讲话 那叫做我学英语最大最高的目标 或许说当我们把那个功利或目标 定得这么小这么死的时候 人生看很多事情 可能看法就跟我们不一样 就跟他很可能看婚姻 跟爱情之间的关系 大概就跟广美很不一样 就说这个人吧 显然跟李扬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这个你认识他 你在他台上 那家伙就是很容易咆哮的 确实是 他这个热血沸腾的 而且就说 你知道吗 很容易溢出来 溢出一个学习英语的框框 所以前些年还闹过什么事 他一说激动了 就开始 我们应不应该感谢老师 他开始教育人了 我们应该感谢老师 好全校的同学跟我一起 我们要向老师跪下 扑通就跪到一片 当时不是我们照片都照下来 还谈这个话题 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跟他的 是他这个性格的人 他在台上才能那样 而且他发明的英语 确实具有这种群众运动的性质 这个又让我感觉到 狂热的性质 我感觉到两岸社会的 有一点差异 比如说我来到这边 我几次讲话 都会有年轻人跑来跟我说 我特别觉得你们台湾人 讲话特别安静 我常常都讲说 我一定觉得我自己很吵闹了 我讲了10分钟的话 为什么人家觉得我很安静呢 但多来一阵子之后 我开始有这感觉 我觉得说 中国大陆这个社会 对于那种激动的 然后那种咆哮式的反应 那种表现很有反应 而且好像觉得说 面对群众 面对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去 好像就应该用这种方式说 好像相对的在台湾 我们对这种咆哮式的 激动式的东西 会稍微有点提防 我们就说你干嘛那么激动 你怎么了 那个反应好像不太 你不那样子咆哮或很激动 人家就觉得你很灭 很可能在这里 大家的感觉 你说在台湾 我也是分两类 确实是 我的台湾朋友 像这个文人圈里的 就好像你们 确实说话都温文尔雅 很温和亲善 对吧 但是你看台湾电视 他讲股票的跟那个讲政治的 他也都咆哮 是没错 你看他就是为什么呢 他是不是觉得这样才有感染力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到底为 我们到底觉得什么叫做有效的沟通 或什么样的话 我们是听得下去的 每个社会不一样 而且每个社会里面的某一些群体 可能都不一样 这就是前些年阿诚老师提出的一个很有启发的概念 他就叫催眠 他就认为催眠 很多群众运动型的场合之所以能够感染 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套都符合一种催眠 催眠不是说让你睡觉 催眠就是说让你进入到一个状态 富有感染力的声音 对吧 气场 你不是看电影很典型的 就是一种催眠 让你一下子情绪就能产生 这个东西 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有些时候我们催眠好了 在我们当年 那真是三顿饭不吃 照样为祖国劳动 那个都能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你说这个真的是 就是有的时候催眠好了的人 这个人就身体能像 你见过那种吗 能像僵尸一样 变机器了 躺在两个椅子边上 他就能撑得住 就这个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 我指的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你看包括演说 你说他的成功的标的 是不是也是说你催眠催的好 我们被你激动了 我们被你 我们叫贬义词就叫 我们被你忽悠了 哎呦 这家伙都说气场强 这本来就是一个长远的传统 虽然我可能稍微说远一点 包括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去想到说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好的表演 然后结束了之后 我们会鼓掌 我们很自然的鼓掌 那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了 我们就不知道鼓掌怎么来的 你知道鼓掌怎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 就是例如说传统这个中国人 上戏园不会鼓掌 会叫好啊 好啊 然后干嘛的 这个鼓掌是从西方来的 然后鼓掌在西方 大概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 慢慢开始发展出来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鼓掌 其实就是从剧场来的 那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宗教剧 宗教剧你不会鼓掌的 宗教剧 因为宗教剧本来干嘛呢 比如说一个青藏剧 有音乐什么 就是要把你带离开这个世界 对 让你好像感觉到 上帝之城 到了上帝的世界 可是后来这种 这种舞台的形式 开始演世俗剧之后 很多人还是很怕 他有那个宗教剧的习惯 他觉得说 戏剧就把我带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就是入戏嘛 所以我好像就被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但我到底是 像你刚刚说 那个入神了 还是我的灵魂 真的被带走了 所以后来为什么 戏结束要鼓掌 鼓掌是要把自己叫回来 那是叫回来的 这个说得好 然后把自己叫回来 所以你越觉得这个戏精彩 你刚刚忘掉你是谁了 你得努力鼓掌 不然你很怕说 把魂别丢了 就丢了 你就回不来了 结果就到今天 我们都还在干这个事 但是我听说的是 就是那个副 就是鼓掌不能随便鼓 不能想鼓就鼓 还得有领头的人 鼓了时候你才能鼓 那个是音乐会了 而且孙世 你说这个鼓掌 当年就是斯大林的时候 在这个前苏联 斯大林那家伙就是开大会 鼓掌能经常长达 15分钟是平常事 最长能达到半个小时 因为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斯大林讲完话 哗大家鼓 鼓后来发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就是谁先停呢 你知道吗 刻刻刻刻都看见了 谁也不敢先停 所以就一直这么鼓 哎呦斯大林就可以在那 大家最后直到斯大林本人 受不了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这才敢听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广美经常教我学英语 那天发给我一个信息 就说你看这个英语 有特别中国味道的翻译 这个叫Poor Harbor Poor Harbor 本来就是翻译 一般翻译成珍珠港 你看特别有中土风情 可以翻译成蹦步 没错吧 猪啊 是吧 蹦步 然后Rock Home Town 这个我最亲切了 你说是摇滚之乡吗 我说是我的家乡 实际家 你看一个这多对位啊 是吧 顾名思义 实际家 阿庄 纽约吧 完全可以是我们河南的 新乡 你看 还有这个Red River Valley 红河谷不有这么个歌吗 但是你觉得翻译成丹江口更对位 对吧 丹江口更好 Phoenix 这是我们凤凰吧 一般就是叫凤凰城 是Phoenix 可是呢 我们陕西还有个地方 叫宝基 你看 凤凰可不宝贝鸡吗 但是之前在微博上面就看到了 我还转 因为我转发了这个 我还写说 文涛 原来你的老家 你是来自于Rock Home Town的 因为我转发了这个之后 转发了这个微博之后 很多人误以为 我转发的那个人是斗文涛 可怜的孩子 我对我们家乡 我是石家庄人 Rock Home Town 这个英语 你看我最近有个体会 就是你好像不用太操心 就是比如说我讲我的小侄子 我的小侄子英语很好 可是他其他科的成绩可能平平 他们现在去了外国 他爸爸妈妈都完全不会讲 一去外国发现全是小侄子领着他们应付生活各方面 后来说你什么时候认真学英语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英语好 他玩游戏 是 你说玩游戏不好 他小孩他玩的全是英语游戏 这个他自己就去把这些全弄清楚 会说会听会写 你说说这比什么学校教育都能提高 我想第一个就是兴趣真的非常重要 例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 她就是十来岁 十岁左右 她突然之间对棒球非常非常有兴趣 而且自己看棒球 看台湾的日本棒球职业棒球的转播 完全是讲日语的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球队 他就喜欢了那个球队 他就变成广道领域队的球迷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自己学日语 后来大概三年后 他就可以自己到日本去旅行 然后去看棒球 就十几岁的小孩 所以兴趣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你要硬要叫他学什么 常常都是浪费力气的 浪费 第二件事情其实是我一直觉得很奇特 就是我一直不了解的事情 就是说包括在中国学英语 在台湾学英语都一样 我们好强调说要在中国学会一口 自证腔圆的英语 这是李扬的 我让你发言跟美国人一样 你跟美国人一样干嘛呢 我们可以讲一句 这真的最难听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种自证腔圆的美国 美国一个乞丐都会假 而且你在台湾 你在台湾你在中国 你要学自证腔圆 你要付出很高很高的代价 例如说台湾你可能 三岁就送小孩去美语 可是你如果真的把他放到美国去 把他放到加拿大去 他现在就学会了嘛 对 你真的难学的说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不要他学英文 让他好好的把阅读 把这些底子打好 那个说的部分 如果他就在中国说 他说有点腔调的关系 他要到美国去说 他到美国他就学会了吧 对对对 你常常觉得这个